中文字幕——YK 利用多种新型信息化装备,快速架构侦查网络,情报实时传输,数据精准无误。作为一支刚组建不久的分队,该营大部分官兵是从步兵专业转岗而来,从铁拳头到千里眼,官兵自觉归零,以新兵的姿态重新起跑加速,钻研新装备,掌握新技术,研练新战法,成立仅5个月。 该营就在上级组织低时兵演习中,出色,完成战场侦查监控任务,这种新锐之气,是攻坚克难的重要保障。 该旅旅长朱永离说,包括侦查营在内,全旅官兵敢于归零,不怕重塑,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转型中发起冲锋,该旅组建以来先后经历三次改制,两次换装,始终以指征朝夕的姿态锐意进取,成为陆军信息化新型作战力量的尖兵,勇力朝头,就要敢于自我革新。 四十多岁的二级军事长冯鸿敏,是全旅最老的兵,去年改革调整中,他从坦克专业转岗,到新成立的侦查科,起跑级冲刺,六十公里拉链奔袭,跨昼夜级线耐力挑诈等课目。 冯鸿敏一向不落,和年轻战友一起摸爬滚打,信息化侦查装备操作,情报链足网维护,目标信息甄别传输等新理论新技术新知识,他逐个吃透,勤学苦练,阶段,考核中,冯鸿敏进步明显,转型成为一名兵参谋。 改革有适应期,但战斗力生成没有缓冲期,某新型坦克列装于冬季,官兵冒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,在戈壁大漠苦练五十多天,掌握新装备操作方法,探索新装备性能极限数据,他们还通过数据信息的采集,整理,预制和调用,将转入战备状态的时间大大缩短,改制换装,也带来训练模式的革新, 他们依托一体化指挥平台和指挥对抗系统,广泛开展模拟严练,让官兵自主判情况,严打法,定决心,练协同,感知战场氛围,强化战场思维,每次转型,都意味着破雨例,打破传统习惯,建立更高更新的标准,通过脱胎换骨,推动战斗力建设迈上更高台阶,信息化战场上,研究作战还要堆杀盘吗? 为什么不呼唤空中火力,而是习惯先用直瞄火力,该队合成二营讲武堂上,官兵开城布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,引发营党委一般人的深入思考,去年,新组建的该营亮相沙场,表现不凡,但营党委坚持问题导向,每次执行任务后,都认真总结反思问题,思维碰撞, 就需要这种坦诚相见,直面问题的态度,营长王世丹说,信息化武器装备列装到位后,思维理念必须快步跟上,营党委率先掀起学习热潮,制定细致严格的学习制度和目标,通过组织讲武堂等活动,倒逼官兵学信息化,军兵总和联合作战知识, 如今,该旅成立了军情研究室,建立作战数据库,依托一体化指挥平台,通过开放式复盘推演,向定师矛盾解剖,前展示战斗研判,引导官兵持续强化联合意识,为实施联合作战奠定基础,即分列阵沙场的成绩单,记录并见证了这知心调整,左舰部队的转型历程,其连山腹地,和成盈首次体系协同, 面对数倍之敌,精打快进,沉着应战,在消耗掉敌重点兵力后,交叉掩护,全身而退,京同侠某演兵场,新装备首次参与实兵对抗,立体突防,跨越攻击,定点投送,人装结合更加紧密,新疆库尔勒,首次陆空协同攻击,装甲兵首次配合火箭军行动,信息化体系作战能力不断提升,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